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,一掌杯千人10K建勤大竞赛,今日在新营水火同源广场登场,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子敬到场位选手加油,市议员蔡玉辉表示,建勤是老少军仪的运动,要一直推广下去。 担任南市青少年休闲活动推展协会理事长的蔡玉辉说,现代人三高,高血压,高血糖,高血脂,都是长期承受工作压力,劳累并缺少运动所致,假日期间是舒缓压力与进行亲子休闲运动最佳时机,践行竞赛,报名民众永远,非常成功。 投入台南市长选举的前台南市警察局长陈子敬依造六点从永康赶来,向民众握手致意,有民众职称窝心。 渐行竞赛结果由在地灵志雄获得冠军,亚军图建宇,季军图问军,殿军图明红,张玉玲,吴荣良,王志和图云荣,林石仪等人分获得优胜。